华人被英国政府讲 你们抗热军嘛 给了枪你们 你们又不可以参政了 所以他们就推避办法做马公 所以英国人就想一个办法 就是主大过患 归行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女朋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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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新村是什么的吗 呃 不是很了解 印象中应该是比较干凤干凤的地方这样吗 应该是那时候政府就是为了要控制公司的时候 就把它全部都归在一个村子里面这样子 不同时代 新村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这些华人新村面对发展洪流 老社区要如何永续经营呢 新村 顾名思义就是新的村子 看似平凡的名字 却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 绕上不平凡的印记 1950年代 因为马来亚共产党 与英国殖民政府的一场抗争 华人成为夹薪受害者 因殖民政府为了避免华人供应马公物资 将多达50万的散居华人 集体大迁移至各地区 以铁丝为离 长处建成的集中营 严格管制生活起居 一切从头来过 这些华人新的聚落 最终也就形成了新村 武来岸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 横跨雪兰儿州与森美兰州边境 是一个拥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老镇 杨敬良是土生土长的武来岸人 更在2009年 接任武来岸新村村长一职 长达九年 见证了武来岸新村的发展 当时英国来的时候 他们是跟这边的苏丹 一起开发的这个铁船 采息矿 所以你们看到这些贫瘠 沼测的地方都变了 湖啊 养鱼啊现在 和平过后 英国政府到来 因为华人被英国政府讲 你们抗日军嘛 给了枪你们 你们又不可以参政了 所以他们就推去散发 做马公 二战时期 马来亚共产党建立人民抗日军 进行抗日游击战 二次大战结束后 英国重战马来亚 对马公进行多番限制 马公份额转为推动反殖行动 后来更转为武装斗争 与英军进行重灵战 为此 英殖民政府于1946年 颁布特别紧急条例 疯狂镇压马公前抗日人员 所以英国人就想一个办法 就是煮大过饭 为行存 其实都是集中营 就正式的成立了我们的行存 戒严你们六点才可以出去各家 晚上六点他就锁掉那个扎 采矿过后 肚立钱都是有交工 在早期割交是很旺 到过后呢 交价跌到三毛钱一斤的时候 就很多年轻的就是往外去保守 剩下的只是老年 到现在还是老年的比较多 清晨时分 趁烈日还没开始烧灼 香蕉园里已经能够看见 刘仁生割交的身影 尽管已经71岁 却依然身手俐落 这都是日积月累的成果 刘仁生年轻时 一度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 2010年选择回到五来岸 享受晚年生活 并继承母亲的割交工作 割交最怕遇到是下雨天 好像也三四年割到五六点 下场大雨了 就通通给它冲完了 就是这样辛苦了 割塑就要看天早吃 现在很少人割了 只是老人家割罢了 现在在乌拉安的地 有很多人都卖了 卖给别的老板 他们就砍砍砍 来发展 种牛链 来做民宿又有这样 辗转七十多年 面对摩登时代来袭 五来岸新村经过细矿业 和割交业的没落 来到如今的旅游业 除了为新村带来生机 同时也为环境带来了危机 谁有会呆在一个小小的心中 我自己抓了 用了整十年了 五来岸以山水闻名 四周环绕青翠山丘 是登山爱好者的圣地 拥有140年历史的石拿都庙 旅游与美化 从1992年起 逐渐成为当地的观光景点 为新村注入了不一样的元素 当然如果没有旅游的话 我年轻人全部出去了 只剩下老的 谁会呆在一个小小的新村 现在大概有一千七左右 都是慢慢在减少 旅游业就是从拿渡公有景点 人家会知道 慢慢就有很多resort慢慢地建 才能够吸引到外边的来 而且能够消费在这边 村民又能够有收益 现在餐馆小室咯咖啡店 就有40多家 我就不想看到这个有机会的村 以后变得真的是老人村 我觉得还有就业机会了 就想试下回来发展哦 其实这一个地方呢 它一直以来都是属于旅游景点 只是没有被当地人或者是旅行社所开发 那在很早之前呢 我们就有留意到这个趋势 尤其是它非常有这个客家文化 也拥有150年历史的这个庙 所以呢我们最后决定在这边呢 去发展整个乌来岸新村的旅游业 1994年社区营造一词 开始被广泛使用 主要是指居民携手行动 处理在社区共同面对的生活议题 当中包括 人 文 地 井 产 五个面向推动发展 并致力追求社区的永续发展 杨敬良在就任村长时意识到 社区如果要永续发展 就要做好环境保护 以及人文教育 所以他开始在新村推广 垃圾不落地的理念 但仅凭一己之力 根本无法有效推动 在新村做新村的时候 我们开始把这个新村 每一个家庭放一个垃圾桶 要自己照顾自己的垃圾桶 但是蛮辛苦啊 在那个时候 村民有一种不愿意的思想 他会把那些垃圾 拿来你的家里门前 但是我们还是接收 以前大垃圾桶在社大多庙 丢的乱丸都是要耍 人们教育都是要很严厉 现在比较好了 因为我们大的垃圾桶 我们收起来 有要用的才倒下去 没有的话你大垃圾桶放在这边 很多加做垃圾的 加做那些车的 就好像投篮球这样 投下去 准的话就进去 不准的话就落在地上 用了整十年了 十多年了 杨净梁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在新春推广环保理念 但是进展却十分缓慢 乌兰岸新春的村民环保意识不强 其实最根溯源是因为 打从英殖民时代 他们就养成焚烧垃圾的习惯 后期更是直接把垃圾都丢进河里 之前他们是用来烧火炉烧的 到现在我嫁过来的时候 它已经是没有用了 但我知道他们村民都是把它丢去河 比较多 想要改变村民长久以来的习惯 还需要长期的努力推广和实践 2008年 杨净梁开始了新春环保推广工作 更在自己的五金电厨厂室 设立了环保点 时隔一年 实际职工来到乌兰岸新春 举办茶会 加入推广环保理念的工作 部分村民在接触此机后 逐渐加入环保行列 余光交就是其中一员 我们刚刚做环保的时候 村民看到我们就觉得 我们是在撕垃圾 保利他就不会很在意 有人讲他也知道 但是他没有在意 其实他知道我们做这个是好事 他是踏脚车 会带一个纸袋 看到路旁有纸眼的话 平平光光他都会把它撕上 那时候也是有一点点 一点点 我自己抓了 因为很多新春的人都不愿 有这样的概念 因为你有收集就减少了垃圾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东西 这个是蛮辛苦的 但是觉得还有一点欣慰 村民愿意这样接受 现在政府市议会也有派 垃圾桶给村民 而且呢 在卫生什么 也是有你们自己来 吃一些环保的东西 能够减少一点垃圾 这个是很好的目标 氛围会本身呢 其实是有在注重这个环保的这一块 包括整体的大自然的管理 其实一路以来都有这个概念的 我的垃圾就会显着自己打包 不会往外面丢了 只是看时刻咯 消费的人咯 就会怎么去丢 怎么去处理 于光娇是一名杂货店老板 虽然工作繁忙 但是总会把握机会做环保 2011年 于光焦带动志工们 筹备在五来岸新春设立环保站 让环保能够在五来岸生根发芽 那时候持续在提倡一点一张 所以讲每一区都有一个张 那时候就开始我们就建议在这个礼堂旁边 有一个图书馆已经空住那边 没有用 我们就建议在这个成为防保障 一开始就有我们几个人 我就点住这个地方 然后由我们这几位师姐一起 就启发其他的师兄 加营附爱的全部的师兄师姐 都过来打扫 把这个环保障弄好 然后隔壁的礼堂做爱撒 在最初的时候 因为地方比较小吧 下雨的时候就会面对资源潮湿 所以我们就想要多建出来 就想要把这个以球场 也把它当成环保障的用途 干桥 隔壁的礼堂需要重建 我就想到有些环保障 都是用当地的物资 倒地取材这样 就用礼堂的那个物资来重建环保障 经费都是由我们 江营区的池尾们做戒严 现在我不可以带回头了 肯定了的 每一个星期变成老人车了的 我们希望可以进行 新村一起共同来推动环保 2020年 马来西亚正式迈入高龄化社会 前乡发展有别 尤其新村人口老化首当其冲 因此大马多个新村 开始发展旅游业 雪兰儿鸡丹岛是发生旅游热点 不过垃圾问题一直无法一劳永逸解决 虽然许多志工尽到异物减垃圾 但是单靠外来的力量是不弱的 武来岸新村旅游业刚起步 对于依赖天然资源发展绿色经济的武来岸 保留社区面貌及环境卫生问题 是首当其冲的要素之一 肯定了的这个每一个新村都是这样子 变成老人村了的肯定了的 最主要是要解决那些问题了 主要是还没有教育到那村民 他繁保的东西还不算很强 最大限度如果我们新村做到好繁保东西 人家外地人看到这新村这样清洁 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会想满地那些 2019年4月 房屋部为了栽培村民 在华人新村领袖培力大会上 邀请慈继 分享多年来在不同社区经营的环保活动 这个是在显龙区 设立很多的这些环保站 我们希望跟这个基林协会的西村 一起共同来推动环保 这个基党岛的案例 因为有志工 所以积极在岛上推动 我们也很感恩基党岛的这个新村 理事都用实际通力合作 共同来推动 那我们看到岛上的这种卫生状况 有逐渐的改变 简单来说 做资源分类做环保的推动 最重要的不只是在保护地球 更重要的是做我们心灵的 转变 希望我们更贴近这个大地 五来岸新村环保站的设立 也让村里年长的村民 有多一个选择 走进五来岸新村环保站 几乎都是老菩萨的身影 大家一起处理资源 为环境处于奋力 也一起分享生活点滴 也一起分享生活点滴 这个地方的就是 雪拉二洲的大伦的礼堂 我们借用大伦的礼堂 旁边来做环保站 在2011年开始 这里来自全部都是村民比较多 其实是以上的年老 因为这边的年轻人都出外做工 所以年老都是在这边抗孙 这位是我们的站长 朱立芬 她58岁了 专门护着这边的开门站长 然后这边 这位就是我们的乡面师姐 她是患有巴根性的病患者 但是每个环保日 她都会来这边帮忙我们一起 我姓吴乡妹 今年69岁 我老又不论咯 上人讲 储蓄50岁 还有29岁 每个月第三个礼拜 我一定要回到波罗干来做环保帮助 因为人手不够 大家做机餐 先给机餐 交给我的机餐 我要做 不做不可以 一定要做 做到最后一口气 经过十年的努力推广 如今已有部分村民开始响应环保 动手做分类 为新春环境 出一份力 在目前算上来村民已经知道这个环保障的存在 然后也知道我们环保障的运作是什么 听到有环保日的时候都会叫我们去帮忙债 可能我们会去提倡说能够的话就由你们债过来 就方便这几位菩萨因为志工也不多 我是用这个方式是提倡他们的 但是也要给一点时间 可以吗 可以吗 很多那些大大的东西放到满天满地就是这样的 现在就看到 哇 放得很整齐 放得美丽 就是亚美世界 也来带动我们菩萨加的环保师工一起来做 其实是人神师兄啦 因为这边全部的泥土都是他去搬的 开始的时候是用他的摩托车来在的 而且他真的是很能够配合的 只要我跟他讲什么我需要什么 他一定会做给我 我真的是很感恩他 真的 如果没有他 也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他成绩我的 刚刚那时候我一个年都做我 一个人做我一个人厨一个人在啊 我这边再去哦 再来二十多桶哦 哎呦 真的是很困难哦 因为两个师姐看到 他就叫两个人来帮手厨咯 两个人菜去饭堡餐在那边饱下去咯 哇 看到虽然是很辛苦啊 但是你做好了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很开心的 你看到啊 有成果了 现在你看现在饭堡餐又有豆角又有矮嘎 等下有百姜果汁咯 你家我都还没有做饭堡的时候咯 我就在那个茶店那边啊 我看到哭堡的世界 阿湘妹那些 周立芬那些 拿那些纸皮拉的路边啊 他们就做到 八点到九点还是在那边饱 我在那边喝茶 没有工作 他们叫我 我不帮他在啦 那时候我还没有说我要做哦 我说去帮手哦 2015年的时候我就正式开始做了 应该是有缘分吧 就是酷宝医师姐带我进去的时候啊 就正式做了环保职工 就开始做到现在了 我现在没有说不要做 一定要我 一定要做下去的 三年前的留人生 生活就像凌乱的环保站 每天除了割胶 就是喝酒齐烟 好像啊我们三四个人啊 以前是很好喝酒的 很好一起喝酒啊 抽烟喝酒啊 这样你讲到 天花龙峰啊 等到四五点五六点 是这样讲的 卡拉OK啊 唱歌啊 什么都有的 现在呢 就不同了哦 他们讲 哎 黑神喝酒哦 我说不要喝咯 我说没有抽烟了 现在我不可以再回头了 这样多人见证我 现在你又抽啊 又抽回啊 不可以了 又是二零一九年了 我接线了 差不多半年 半年的时候啊 我就去见证了 那时候 起初环保站的设立 是为了保护社区环境 达到永续发展的目的 没想到坐着坐着 这里就成了村民疗愈身心的好地方 乌兰岸 环保站 夜色夜年轻 耶 我介绍我是不保利 我六十三岁 我是乌兰岸的村民 我是首领的 今年五十八岁 我是乌兰岸的村民 我是吴相妹 今年是六十九岁 我在布鲁嘎长大的 或是严和佐国 塇 如果有很多 resource 如果要在今天 有哈 加一顿